大家好,我是時光寶UP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標示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你看完之後給個讚 以及介紹多些朋友來看我們 農曆年快到了,下一年就是牛年 牛代表了勤狠、誠實和和善 今年農曆年疫情有點反覆 所以大家的心情可能受到影響 不過我們可以看一些漂亮的標示,令大家開心 每一年有很多碗錶品牌都會製作一些新潮的碗錶 第一就是表示他們重視中國的市場 也同時展示他們有很多很高的制標工藝 我們這次選了有九隻碗錶想介紹給大家 這些碗錶由最便宜的千多元到百多萬元都有 第一隻想說的碗錶是Arnold&Sun的Perpetual Moon Year of Ox Watch Arnold&Sun是一個比較小眾的品牌 他們也可以製作自己的機身或一些複雜的功能 這隻碗錶的標學直徑是42毫米 是用一個紅金的材質 最吸引眼球的就是12時為止的超大的月相 這個用珍珠貝姆做的月相是122年才有一天不差的 他的背景就是一些從基克來做的波羅文理 上面還有一些星星的圖案 至於那個主角的牛 就是一隻立體用黃金雕刻公牛 他的形態是非常威武 在6時的位置 他的背景就是用微繪技術畫上 有中國特色的停台流角 這個停台流角的另外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所有的窗戶 還有白色的月相 加了Supernova Copting 即是說在黑暗的環境那裡 會發光很漂亮 這碗錶是搭載了一個 Arnold&Sun自己設計製作的 手動上鏈機器機身 90小時的動力儲備 他除了在錶面上有月相顯示之外 在錶底都是有月相顯示的 這碗錶是限量8隻 定價是港幣44萬 第二款說的碗錶就是 Gronpan寶柏的Traditional Chinese Annual Calendar 寶柏就發明了一個 有農曆年顯示的年曆機身 每一年他們都用這個機身去製作一些新潮碗錶 這碗錶也挺大隻的 45毫米的直徑 他有兩個材質選擇 要是Platinum的柏金 或者18K的紅金 他特別的地方就是 大明火法郎的錶盤 以及農曆年的顯示 在12時的位置有個窗口 明年就會顯示一隻牛 下面的小錶盤顯示了12個時辰 每一個時辰相對應我們兩個小時 每一日的開始 就是在晚上的11點 至於9點位置的小錶盤 就是顯示農曆的月和日 農曆的月份就有29或30天 一年都是12個月 每隔幾年就會有一個潤月 至於3點位置 就是有五行和十天干的顯示 五行就是金木水貨土 而十天干就是甲月丙丙的 而在6點位置就是有一個月相 這個錶盤的外圍就是 Gregorian Calendar的日期 由一支藍色的蛇仔指針來指示 中間的顯示就是時和分 另一款錶是搭載一個自動上鏈的機械機芯 很拍攝自己設計生產的 它的自動擺陀 也是黑了一隻牛的圖案在上面 柏金的款式是限量50隻 那麼紅金就不限量 柏金的款式的定價是港幣68萬1千元 柏金就是51萬5千元 第三款呢 Gregate寶基的classic 7145 這個碗錶的size都挺適中的 40毫米直徑 是用紅金的材質做標殼 它的錶面是一個白金的錶面 它用了一種叫做Rose Machine 玫瑰機器來黑了一些 好像風扇形的圖案 玫瑰機器是一種很古老的雕刻機器 它是用人手操作 現在已經不能生產了 不過在瑞士裡面還有十幾台 這個Rose Machine 刻出來的紋理是非常漂亮和細緻的 我們可以看到在上面 有兩隻手工雕刻大水牛 他們的神情都很威猛 而眼睛的地方是非常有神的 因為是用了一種黑漆 放在眼睛那裡令到他們非常有生氣 這個碗錶限量八隻 定價是港幣38萬300元 第四款就是蕭邦的LUC牛年的時矽碗錶 就是由日本的漆藝大師負責製作 蕭邦很喜歡用日本的漆藝技術去製作標盤 這種漆藝技術用的材料是一種漆樹上的生漆 這種漆每一層漆之間 他們還會加上了金箔 令到那個圖案是金光閃閃的 有些豪華的感覺 我們可以看到這隻碗錶的主角 就是牛 非常之日本化 有些卡通 它是肥嘟嘟 很有趣的 它是拉著一輛車 牛車上面有很多顏色 這些是用一些珍珠背墓來點絕的 這碗錶是搭載了蕭邦 肥形擺陀的自動上鏈機身 它的錶殼直徑是39.5毫米 和紅金的材質 限量是88隻 定價是港幣192,000元 第五款是Jagados 瓦克德羅 瓦克德羅 今年出了四款牛鏈碗錶 我們選擇了其中一款來介紹 這款碗錶它的錶殼直徑是41毫米 用紅金的材質 搭載了自動上鏈的機器機身 特別的地方就是錶面 錶面是用黑馬腦 上面有一隻 立體金色的牛的雕刻 這隻牛是非常細緻的 我們可以放大看看 它身上的毛髮 四隻腳、牛頭、眼、鼻子 整隻牛都是非常細緻的雕刻 活靈活現 旁邊有一棵樹 是一棵桃樹 上面的花是一些紅寶石 製作的花朵 那棵樹本身的文理也是非常細緻的 這款錶的顏色的背叠 也是非常特別的 因為它是用紅金、黑色 再加上紅色的花 令到它的顏色的背襯 和諧得利 也是非常突出 這款錶是限量八隻 定價是港幣53,800元 這款錶另外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自動擺駝上 都黑了一隻牛的頭 是非常仔細的雕刻 第六款 是來自白鶴的Alteprino 中國的新丑年牛年碗錶 這款錶是比較 尺寸適中的 38毫米的直徑 用白金的材質 錶圈上有78粒鑽石 主角一定是錶盤 因為它是用俠斯法郎技術製作的一隻牛 而且俠斯法郎是由法郎大師Anita Boucher 親自操刀的 Anita首先是勾勒出牛的形態 然後在上面填上法郎的粉末 再一次一次去消制出它的顏色和陰影 整隻牛是非常生動 而且很有威勢 換錶限量38隻 配搭了伯爵自家生產的手動賞鏈超薄機身 定價在港幣535,000元 第七隻 Euzinadin 雅典的流金系列 金牛生肖換錶 雅典每年都有出生肖換錶 今年40毫米直徑的紅金錶殼 它就用了一種金雕的技術來做一個叫做動日初升的背景 這個背景是非常有生氣 它上面還有一隻用內田法郎技術來做的一隻公牛 那隻公牛是很有氣勢、活靈活現的 先是勾勒了牛的外形 然後再在裡面填上不同顏色的法郎粉末 每一種顏色都要經過8-900度高溫去燒製一次 技術的含量是非常之高的 這個碗錶限量88隻 定價是港幣33萬1千元 合載了一個雅典的自動上鏈機身 第八款想說的碗錶 江斯丹頓 Visheron Constantin的藝術大師 是連中國十二生肖的牛年碗錶 江斯丹頓就是有一個叫做Caliber 2460G4的自動上鏈機身 這個機身是很特別的 它將那個時、分、星期和日期 分別放在錶盤的四個窗口裡 流空了錶盤的中央部分來做很多藝術的創作 這次牛年的碗錶有兩種材質的選擇 要麼就是柏金、要麼就是紅金 都是這個40毫米的直徑 如果是柏金款 那隻牛 中間那隻牛 都是用柏金材質的 但是我們先看看它的背景 就是用手工雕刻 來刻了很多中式的花紋 然後在上面再放了一些藍色的髮囊 然後去燒製 最後才放上柏金材質的3D牛 我們可以看到這隻牛的雕刻也是非常細緻的 四隻牛蹄、牛身上的毛髮、尾巴、兩隻角、牛的眼睛和鼻孔 全部都是栩栩如生 無論它是柏金的材質或者是紅金的材質 都是限量12隻 柏金的定價是110萬 而紅金的定價是90萬5千元 說了那麼多有高工藝的牛年滿錶 我們說回一隻比較相宜的Swatch的Oxrock 2021 Swatch每年都有出生肖碗錶 今次它這隻碗錶是我們介紹的9隻碗錶裏面最大隻的 它是47毫米的直徑 用塑膠的材質來做錶殼 配搭了一個石鷹的機身 它的定價是1040元而已 它的特別的地方就是那個錶盤 上面是有兩隻牛的卡通圖案 這兩隻牛就組成了一個陰陽的圖案 上面有一句說話叫Exceed Together in Harmony 即是大家可以和平共存 今時今日這麼多紛爭的世界上 如果和平共存 都應該是大家很想見到一個長和的景象 好了,今個星期的一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